弟媳旅游给我带回一瓶泉水 说是雪山圣水自带灵气 希望我喝了能够顺利怀孕 我以为那是景区买的普通矿泉水 却没想到喝后不久 我就因感染包虫病大出血 好不容易怀上孩子没了不说 还再也不能有自己的孩子 弟弟弟媳见我如此 装不作样把侄子过季给我 我将侄子精心养大 他却毒死我和丈夫 此后我才知道 当初弟媳给我带的圣水 就是路边小溪随便装来的 而弟弟明明知道 那水多半带了包虫病毒 还是劝我喝下去 至于后来让我收养侄子 也是他们精心算计的 为的就是得到我丈夫的所有家产 再睁眼 我回到弟媳给我带回泉水的那一天 一 重生回到弟弟弟媳旅游回来的那天 弟弟弟媳拿出在旅游区集散中心 买来的各种小商品送给我爸妈 把他们哄得没开眼笑 两人被爸妈夸上了天 之后就像上辈子那样 弟媳李盈盈从包里掏出了一瓶矿泉水 朝我走来 姐姐 这是我们给你带回来的礼物 你别看他只是一瓶矿泉水 这可是我跟阿豪爬到山上 从庙里帮你求来的呢 当地人都说这泉水可灵了 我只希望姐姐能够得偿所愿 赶紧跟我们一样怀上小宝宝 我跟丈夫结婚八年 之前因为忙事业 都没准备要小孩 等着两年事业稳定了 准备要孩子 却一直都没如愿 我爸妈没少为子数落我 说就是因为我在该生孩子的年纪不少 医生好强不听劝 如今活该吃苦头 还经常得我找各种生子偏方 让我吃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怕赫免因为我生不了孩子 跟我离婚 尽管赫免对此并没有太大的执念 反而心疼我被我妈如此的折腾和勉强 拒绝了很多次 我妈依旧我行我素 打着为我好的命意 三天两头的干涉我的人生 只是上辈子 我以为她干涉我人生 是因为心疼我 可中活一世我才明白她乃是心疼我 她只是不敢得罪赫免罢 毕竟当初赫免娶我 可是给了八十万彩礼呢 这些钱都进了我爸妈的腰包 如今估计又成了周子豪新房的首富 有个多金的女婿 她可不得好胜巴结着 至于我 不过是个刚显她价值的附带品 线下赫免还没来 她听到地席爬山 给我球框泉水 立马就坐不住了 你可真是的 你姐的情况又不是一天两天的 你说你都怀五个月了 还去爬什么山 要是出个啥事 你让阿豪和我们怎么办 说着 她又上上下下给地席里营营检查了一遍 回头又数了我 你说说你一个女人家 怀孕不跟喝水一样吗 早先叫你生 你又这不肯那不肯 现在搞得大家都在替你操心 幸好已经没事 不然 我四笑非笑地看着她 大概因为我的表情 跟以往被她数落时的愧疚不同 我妈并没有说完她想说的 而像是被踩中了尾巴的猫 声音尖锐地喊道 你这是什么表情 我说这些还不都是为了你 你也不看看 你现在都什么年纪了 过两年再生不出孩子 看人家赫免还要不要你 我怂怂间站起身来 妈 我已经说过很多遍 生孩子不是一个人的事 如果赫免因为我不能生 就跟我离婚 她也不是我的良人 离就离了 难道我还不活了 这话刺激到了我妈 她仰手 就想往我身上拍两下 我往旁边一闪躲开了去 她手上落空 哎呦呦地往自己大腿上拍 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忧 生出你这么不省心的死女儿 你以为你多能耐 离了婚你就是二婚 这谁还要你个破血 你不生 你还能耐了 等嫁个二婚的你还生不出来 看人家不打死你 咱们走着瞧 看你过两年还生不出来 人家贺家还要不要你 她又开始发疯 给我制造焦虑 我弟和李盈盈连忙去拉她安慰 我爸也一脸不赞同地看向我 原本还想说我什么 我直接拿包往外走 掠过了她 她愣了一下 与我妈对了个眼神 两人都懵了 估计都觉出 我是真生气要离开 可今天他们叫我回来的目的还没达到 我要是走了 他们的愿望可就要落空了 所以没眼官司打得飞起 啊 不过还是李盈盈反应快 我刚走到门口 她就追过来 姐 妈她不是那个意思 她就是太担心你了 我弟也赶紧走过来拉住我 姐 妈就是到更年期了 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难得回来一趟 我们姐弟俩还没好好说会话呢 我看了她两眼 这是我那上一刻还在发疯的妈 这会儿也赶了过来 我说你这些还不是为了你好 你甩脸子就往外走 你良心被狗吃了 不想听她说那些 我开门就要走 我爸见她火上浇油 别忙打断她 闭嘴巴你 好好地非要说那些 周子豪见我要走 眼珠子一转 拿过李盈盈手里的矿泉水递给我 知道你现在不差钱 送别的东西你也看不上 这个水 李盈在庙里求了很久 是我们的一片心意 你就收下吧 我看了一眼她手里的矿泉水 没接 瓶口打开过 这该不会是你们喝过的吧 还是说 你们用瓶子在外面装的生水 周子豪和李盈盈眼神微闪 我假装没看到 上辈子我也有这样的顾虑 但并没有将他们想得够坏 而见李盈盈回过神 唯唯曲曲 如上一身那般解释道 姐姐不要误会 我们只求到这么一瓶水 我就给爸妈倒了点出来 希望他们能够身体健康 既然姐姐嫌弃 那就算了吧 她从头到尾不解释水的来源 而周子豪则是做出一副失望的模样 仿佛我有多么不是好人心 上辈子他们做出这副模样 我就有点愧疚了 加之我爸妈的各种数落 我为了耳根清静 也为了不伤周子豪的心 当场喝了两口 这才让他们都喜笑眼开 可这辈子我可不接招 既然如此 也给你爸妈留点呗 或者都留给你长辈们好了 我妈一看 自己儿子儿媳一片好心 被我糟蹋 当即就要冲过来主持公道 但我爸爱于我刚刚说走就走的架势 拉住了他 你弟他们也是好心 你喝不喝是次要 主要是你要知道 他心里有你这个姐姐 走哪里都能想着你 想着我给我带一瓶路边水坑的矿泉水 我吃笑一声 还是不接周子豪的水 上辈子我死后 听到李盈盈和周子豪 就我的一声发出感慨 当年你说那个水里可能有包虫病毒 居然那时候怀了孕 哎 确实是他运气不好 我就是想试试 看是不是真跟他们说的一样玄乎 喝口水就能感染上 没想到他那么对 你说他会不会找我报仇啊 关你什么事 当年我们也不是故意的 再说了 他要不是不能生 也不能收养阿诚 我们现在也不能过上这样的日子 要怪就怪他命不好 对 就是他命不好 你这孩子 怎么说话的 一瓶水怎么了 那不是他们不远万里给背回来的 他有这心 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我爸倒是很没护舟子好 我顺着他的话说 那我心领了 水就留着你们喝吧 我妈憋不住 怒了 你怎么这么不是好歹 那好歹也是你递他们一片好心 你这性子真是活该你怀不上 又见我往外走 直接就冲了过来 你不能走 他为了留下我 粗暴的抢走了我的包 我则飞快避开他 按照上一世的情况来看 我现在已经怀上了 为避免我妈行事冲动 伤到我出意外 我准备等贺免来再走 这时周子豪和李盈盈连忙半拖半拂 把我带到沙发上做好 你别生气 妈不是那个意思 她就是太心疼我们了 我妈把我的包锁进了她的房间 转身出来又数了我 你这狗脾气 也就是赫免对你太好了 给惯的 盈盈一片好心 给你拜神求佛 你还这副鬼样子 你瞧不起谁呢 说你两句你还不乐意了 走走走 你走啊 有本事这辈子都别回来 我妈这人典型的气软怕硬 然而我却不在这个范畴内 我软硬她都能拿捏 毕竟不管我是对还是错 她可以在我面前跪下磕头 说她生了我是她的错 她对不起我 问我是不是要她把命赔给我才担心 而我不能真要她的命 所以我对也是错 错了 那更了不得 但经过上辈子 我把命都还她了 这辈子 她要死要活 全凭她自己 我管不着 左耳进右耳出听她骂了半天 她才放低了点姿态 我说这些 还不都为了你好 你弟和英作这么多 还不是心里有你这姐姐 不然他们怎么不给我求灵权 偏偏逼你求 这人还是要知足 别天天的掉钱眼子里去了 你该觉得有这样的家人 是你的福气 我心里冷笑 周子豪他俩心里有我 给我带一瓶饱含病菌的矿泉水 喝了不死也能脱层皮 这样的福气谁想要谁要 我懒得跟他多说 算着时间 后面也该来接我了 所以我恩恩的附和了他几句 他就以为我被说服了 开始之前跟我提过的话题 之前跟你说的 你递房子贷款的事情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三 周子豪买房后说月供压力大 我妈让我借笔钱 给他把贷款还了 然后他慢慢还给我 上辈子我妈就这个事 三天两头的找我说 我被他说动 就把钱给了周子豪 不过这辈子可没这么好的事 我直接拒绝 不借 我妈估计没想到 之前还有点松动的 我如今一口回绝了他 刚想发作 门铃就响了 李盈盈赶忙去开门 然后甜甜的喊 姐夫你来了 快进屋 外面好热的 赫免客气疏离的朝他笑了下 我爸妈和周子豪也热情过去 我妈来就来了 还买什么东西 我爸都是一家人 这么客气干什么 两人说着 结果赫免礼物的手也没停 周子豪看着几盒海餐燕窝和虫草 忍不住惊叹 姐夫 这可都是好东西 不便宜吧 我妈自着牙 嘴角牙都压不下去 还装不作样的数落赫免 你这孩子 这么贵的东西 回回来都买 有钱也不是这样花的呀 就是 爸妈说的有道理 等会儿就都拿去退了吧 我也凑过去 接了一句 顿时 整个屋子都安静了 最后还是我妈 他起出扭曲的笑 拍了一下我正要夺回礼盒的手说 你这孩子 气说瞎话 这些好歹都是赫免的心意 来你娘家给你撑面子呢 你连这点都不懂 都是一家人 讲究什么面子 既然爸妈都担心我们乱花钱 我想我们还是收脸点好 等一下我都拿去退了 不过我没抢过我妈 阴阳怪气的绿茶她 妈妈你可真是的 想要你就直说嘛 一开始说那么好听 我还以为你真心疼我呢 我妈脸上一阵青一阵红 想必被气得不轻 周子豪一直看不惯我 觉得我就是靠嫁人 才能过得这么好 但他又不得不顾及赫免 所以起出一句 姐 妈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啥意思 想要就要 不想要就别要 一家人还弯弯绕绕的 有话不能直说吗 还有你 想让我借钱给你 你直说就是了 用得着找妈来给我说 直说那吗 再说了 说是借 也不说个借多久怎么还 利息是多少 这是成心借吗 我顿了一会儿 恍然道 你该不会是想让我 白给你一百来万吧 周子豪被我说的 头都抬不起来 而我爸妈又都一脸难看 不知我在上哪出 我怎么会放过 这么好的发泄机会 转头数落起我爸妈来 你们就宠周子豪吧 每月几千块 贷款他都出不起 他买什么房 你们天天的什么事 都不让他担 他以后能有啥出息 没错 你们现在还年轻 能养着他 等你们老了他怎么办 让他媳妇孩子养他 还是让我养他全家 在赫免面前 我爸妈一直都是一副 宠我爱我的模样 但这种话都不说我 还什么都听我的 我一直以为 我妈这是在给我立威 让赫免不敢随便欺负我 让他知道我有娘家 有兄弟 跟他过不下去 我就回娘家 我有靠山有底气 而我妈也是一直 这么给我洗脑的 可上辈子 他不仅早就跟我说了 家里一切都是留给周子豪的 让我别惦记 还在我死后 没留一滴眼泪 反而庆幸贺家的 钱全都落到了侄子名下 我才知道 我爸妈自始至终 爱的只有周子豪 而我不过是 供养他的一个奴隶 一个赚钱工具 一个雪包罢了 小时候照顾他吃喝拉撒 辅导作业 替他背锅 长大了给他买房 安排工作 替他养儿养女 最后还把命和家产 都给到他全家才算玩 可 凭什么 索性老天让我重来一时 我得以看清 这些打着亲人旗号 戴着伪扇面具的亲人们 他们到底都是什么样的恶魔 赫免估计觉得 我话说的有点重 扯了扯我的袖子 我捏了捏他的手 叫他少安无躁 我妈被我呛了一通 表情扭曲了半天 我冷笑 他自己都扶不上墙 我怎么管 周子豪从来没听 我说过这么重的话 灯石就要跳起来 却被盈盈按了下去 我觉得姐姐说的有道理 我们还是要自己努力才是 我瞥了他一眼 忽然笑道 还是盈盈懂事 对了 你那个求来的灵拳 我用不上 你送别人吧 千万别浪费了 那么好的东西呢 说完 我朝贺免撒娇道 老公我累了 我们回家吧 贺免愣了一下 估计没想到 他想听很久的老公 二次会在这首听到 随即又瞥见 我眼中莫名闪动的泪光 心头一紧将我拥入怀中 好 我们回家 哎 这怎么就走了 饭还没吃呢 我一套组合拳 把我爸妈打懵了 等他们反应过来 贺免已经带着我出门了 他们焦急的跟出来 我妈还想来拉我 被贺免挡了回去 周周累了 我先送他回家 爸妈 我们改天再来看你们 贺免说话的声音不疾不徐 但又有难言贵气和气势 叫人生不出反驳的意思 有他在 我安心不少 临上电梯的时候 忽然想到 我的包还在我妈那 小十万的新品呢 可不能便宜他们 就指着周子豪说 把我的包拿出来 周子豪虽然不乐意 但碍于贺免 只能忍气吞声 去帮我拿东西 我爸妈和李盈盈 趁机不断挽留我们 但贺免见我兴致缺缺 就都挡在我前面拒绝了 四 等上了车 贺免见我盯着他看 揉了揉我的头 我们周周今天受委屈了什么事 他一句话 我就忍不住泪流满面 贺免是我的学长 清心寡欲 高领之花被挂的 跟我不管是哪方面来说 都是两个世界的人 我们除了一个社团 有点交集 其他完全没关联 和我大三大年 他忽然找到我 说让我帮他个忙 结个婚 反抗一下家里的联姻 我做梦都想不到 有钱人反抗联姻 会这么随意 所以拒绝了 后来我毕业创业 但限制于人脉关系 一直都只是个工作室 无法再闯入更大空间 这时贺免又找到我 说只要我帮他 他可以调动贺家人脉帮助我 那时候我也算是个 见过一丢丢世面的人了 虽然年纪不大 但手上也有五百来万的存款 贺家在龙城 属于排的上号的中上企业 说家业 说人脉 基本盘就比我稳得多 说他们图我什么 说不通 所以我没问他 为什么找我 就依然决定嫁给了他 当然最主要还有个原因 贺免长得好看 又给的太多 我拒绝不了 但我一直以为 他娶我不过 是因为我刚好出现 还算优秀 又是个熟人 所以拿我来拒绝他家联姻 也不至于让家里太下不来台 我认为我们就是合作关系 直到他因为我自觉不能生 主动提出与他结束合作关系 也就是离婚 他却悄悄做了结扎 扬扬要跟我耗一辈子 我才知道他早已认定了我 那时候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 他说他的命都是我救的 我这才想起小时候回乡下耍 曾救了个溺水小男生的事 他说他刚开始接近我 只是想着报恩 可后来看到我积极努力 跟朝阳一样蓬勃向上的样子 可惜上辈子 我一切都知道的太晚 所以这辈子 我定要与他长长久久白偷袭了 嗯 受委屈可大了 所以老公送我去一趟医院吧 闻言 赫勉立即紧张起来 是有哪里不舒服吗 赫勉这人不爱说话 所有情感都蕴含在他对我做的事情里 我忍不住伸手摸了摸他的眉眼 想到上辈子他倒在血泊中 迷流之际都在与我约定来生的模样 没忍住又是落下泪来 好在现在他还是我那先活的年轻又帅气的赫勉呀 一边抓住我的手放在他脸上 一边替我擦眼泪 我看他那胶着样 没忍住笑出声来 我没事 就是太想你了 我们去医院吧 今天或许能给你一个惊喜 我没跟他说今天的事 有点不愿意承认自己被父母所利用 也不想剖开自己 让赫勉看到我的自卑和怯懦 我要去战斗 直到所有加急的检查报告 全都确定了我已经怀孕的消息 赫勉才从震惊当中回过神来 整个人失态的把我拥进怀中 片刻又像是怕伤到我那般 将我放开 道歉 我 我太激动了 周周 我们真的有孩子吗 我笑着拥抱他 是啊 我们有孩子了 属于我们自己的孩子 五 为了避免我爸妈不达目的 不罢休的影响我 我骗和勉说心情不好 想出去散心 他立即买了机票带我去三亚 他家在那买了一座度假别墅 为了陪我 他带上助理 把工作全都搬了过去 至于我 因为公司进入正轨后 很多事情完全可以网上办公 所以我俩又换了个地方上班 期间我爸妈联系我 联系赫免 全都被我们以工作忙给挡了回去 迟到有一天 周子豪惊恐的给我打电话 说我妈吐血了 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 让我赶紧回去一趟 我才慢悠悠回了家 我爸妈现在住的房子是我的 为了美观 我做了隐形摄像头 这会儿刚好看看发生了什么 原来我爸妈因为我不和李英 带回去的矿泉水 他们觉得灵泉保健 就在李英爸妈来完的那天 四个老人一人一杯全干了 完了还都说了去 灵泉就是甜 刚开始确实没啥事 不过一个多月后 我妈就开始总捂肚子 我爸倒是没事人一样 还让我妈多喝热水 迟到他突然口吐鲜血 周子豪才急忙把他送进医院里 等我赶到的时候 人还在ICU 你怎么照顾爸妈的 好端端的 怎么会吐血 我上去就给周子豪扣了顶搭帽子 他刚想顶嘴 就看到我身后跟来的后面 把花咽回去 信信道 医生说是妈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带了马皇进身体 这才导致可血不止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马皇 家里怎么会有马皇 他吃什么了 我诧异 上辈子我可没遭马皇这一出 就是个人体制差异 加上怀孕激素变化 让我感染包虫病菌发病 比常人快了许多倍 如今想来 兴许我没喝的那些水里 确实有马皇 只是我妈喝的时候没看到 我怎么知道他 周子豪大概忘了 他给我带回来的那瓶水 一脸的坦然 然而没等他话说完 他的电话就响了 我看这里隐隐 阿豪快回来 真的周子豪整个人都傻了 后来李盈盈他爸被送进医院 医生做了手术 发现又是马皇感染 而且他更不幸的是 胆管 胃部和大肠 都分别寄生了马皇 各个飙肥体壮 我猜他喝了见底的那杯水 怎么会两个人 都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我问周子豪和李盈盈 两人也是一副生无可恋 完全摸不着头脑 这时 我爸忽然想到什么 多作者说 不会是盈盈从藏区 带回来的那瓶灵犬吧 他这么一说 李盈盈他妈也忍不住抖了抖 但那东西是他女儿带回来的 打死他都不能承认 所以维护地说了一句 怎么可能 盈盈说了 那是在庙里求来的 开过光的 况且都是封装好的 怎么会有问题 这时李盈盈急了 妈 你们说的什么 你也喝了我带回来的矿泉水 周子豪也坐不住了 赶忙站起来 你 你们都喝了 什么盈盈带回来的矿泉水 不会是上次要给我的那瓶吧 我一脸诧异 提醒大家 李盈盈和周子豪的脸色 顿时变得异常难看 不过没等我继续往下问 就有护士拿了单子来 叫去半路院和缴费 众人都把目光转向我 我挑了挑眉 结果单子下了楼 路上 赫免问我怎么回事 我就把李盈盈旅游 给我带了路边吸水 我没药 谁知道 我爸妈和他爸妈觉得 是好东西都给喝了个猜测 给他说了一遍 他脸色已经变化 我猜他应该想说 幸好我没喝 但他的教养让他憋了回去 缴费的时候 他拿出卡就要刷五万 我拦下他 我来吧 我拿了五百现金给到缴费员 回头对他说 我爸妈都有一宝 花不了多少钱 况且还有我弟呢 爸妈拿了我们八十万彩礼 又把所有存款都给他拿去买房 他一个做儿子的 总不能一点是都不单吧 可是 赫免还想说什么 但见我坚持 他也就不再多说 我交完费 他问我去哪 我说回家 我都快到家了 路子豪发现我还没上去 连忙给我打了电话来 问我怎么还没上去 我说回家了 他差点在那边跳起来 我没管他 电话一挂 再打我就给他拉黑了 他就给赫免打 赫免说我累了要回来休息 我妈那边的ICU大家也进不去 在医院待着也没用 所以让他们也回去好了 说等到第二天下午能看事的时候 我们再过去 周子豪向来不敢跟赫免逼逼 只能信信挂了电话 六 我妈和李莹莹她爸一个多星期后出的院 中途我去看了一次 买了点水果和牛奶 我爸妈多次想让我去医院 帮他们结算费用 甚至让我把李莹她爸的费用都结了 但我直接拒绝了 谁的爸妈是一样 至于我妈 所有费用我也说得很清楚 医保报销下来多少 我跟周子豪一人一半 谁也别占谁便宜 由于在医院 当着那么多人 我爸妈也不好跟我发作 我妈出院那天 我去外地谈个生意 她不断给我打电话 我跟她说了 我忙完就回去 她还是不断地打 一会说我没良心 她病了 我都不去看看她 一会又说我要逼死她 让她死在医院里 我知道 她就是想让我回去 给她交出院费 这次她估计也觉得 我会给她兜底 医院里能够选资费的 全都选资费 所以报销估计没报下来多少 我懒得理她 直接把家里所有人都拉黑了 贺勉陪着我 我用她的手机也把他们拉黑了 至于公婆那里 从一开始 我都没让留联系方式 主要觉得 我跟贺勉是合作关系 我家的是我自己处理 没必要牵扯太深 如今想来 这个决定太有先见之明了 我忙了几天后回到家 一回去 全家人脸色都很难看 坐在沙发上看我 就像在看罪人 我也没惯着 转身就走 你还有脸回来 我妈叫我要走 简直看不出来 刚做了手术 从沙发上跳起来 就来抓我 好在这时候贺勉提着水火进来了 我妈粗暴的动作卡在那里 十分搞笑 那我走好了 我一副委屈巴巴的样子 推着贺勉就要往外走 他们大概也没想到 我现在走哪儿贺勉都要跟着 他不是刚机管贺家 他不忙的吗 他当然忙 但用他的话说 再忙也比不上我 估计他是猜到了点什么 如今对于我跟娘家人接触 他都十分谨慎 我还没办法 跟他开诚不公的说真相 他也不让我为难 没有多问 只是默默守在我身边 让我安心 走什么走 人贺勉才刚来呢 我妈变脸很快 接过贺勉的水果 就把人往里面拽 我跟着他就又坐了回去 爸 妈 周子豪 李盈盈几人 把贺勉围在沙发正中 他护着我 我就坐在他身边 莫名有种狐假虎威的可笑感 说了半天 扯了些有的没有的 我爸妈终于说到 他的住院费 和我爸的检查费了 没错 那天得知 自己喝的水 是李盈盈他们露天带回来的 而且我妈和李盈盈他爸 都因此进了医院 我爸就吵着也去做检查 好歹问题不大 但医生也说了 藏区生水 多半带有包虫病菌 发病时间依人而异 快的一个月 慢个几十年 让他每年都去检查下 一旦有情况 就赶紧治 十二万 听到我妈说 检查费和住院费十万的时候 我故作吃惊 然后从包里 拿了一份医院的结算单出来 可是我让朋友打的结算清单 把能报销的报了 加上我爸那八千多的检查费用 也才五万块 妈 你不会是把因他爸妈的费用 都算进去了吧 几人脸色顿时一变 估计在想我 为什么会去打结算清单这事 当时贺勉贴心的解释到 周周担心妈的情况 早就跟医院那边打了招呼 打了招呼就是 希望你们得到最好的治疗 可别再说没管你们了呀 所以我妈的脸色变了几遍才又说 你知道盈盈是家里的独生女 她爸爸生病住院 情况还那么凶险 我们理应帮衬一下嘛 拿我的钱帮衬 妈你没搞错吧 再说了 你们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难道真要我拿出来说一说 你们有没有想过 这次要是我喝了这个水 我会怎么样 没想过吧 当然 估计也想不出个所以然 毕竟刀子没割自己身上 哪知道疼呢 我十分不客气的说了一通 却没想到周子豪忽然来了一句 要是你喝了 哪还有这么多事 起 我起身就给了他一碗瓜子 周子豪 你说的还是人话吗 水是不是你跟李盈盈带回来的 你明知道那水不干净 极有可能带了病菌 还哄我 那是你们诚心求的 让我喝 怎么 求着让我去死啊 告诉你 这次爸妈这事都是你俩搞出来的 原本我还想要费 咱们姐弟俩一人一半 但现在我想了下 我不管了 谁惹的事 谁解决 不然你还以为永远有人给你托底呢 做梦吧 说完我拉起贺勉就要走 他护着我 见我爸妈一脸焦急要留人 直接冷脸道 周周不说 我还不知道 原来那瓶水 竟然是你们给他准备的 一句带着怒气和讽刺的话 直接把几人都正懵了 等他们回过神想要解释的时候 他已经带着我走了出去 最后周子豪和李盈盈 只能咬牙认了几位老人的治疗费用和检查费用 据说还因此炒了一架 我从监控中 看到两人就带那瓶水回来 引发的风波 不过贺勉说周子豪找了他好多次 希望跟我好好道个歉 我都让他给拒绝了 不过这么容易就让他接过去的话 未免显得我太窝囊 所以周子豪求了贺勉一个多月后 我才松了点口 但我不想见他 只让贺勉去我爸妈那儿表示了下 说这事就算过了 那天我在家等他 因为运气犯困 就在沙发上睡着了 等醒过来 发现他抱着我也睡了过去 不过我一动他就醒了 怎么不去床上睡 等你呢 事情办得怎么样 看着我的急切 他在我脖梗处蹭了蹭 都按老婆大人的吩咐 安排好了 上辈子周子豪一直想进贺勢 我一直都没答应 但后来我住院 周子豪一番表现 感动了贺勉 不仅给了他一笔钱还贷款 还把人也安排进了贺勢 但他这个人要学历没学历 要能力没能力 就懂胡家虎威扯大旗 一个总经理小舅子的身份 也够他在贺勢威风了 所以李盈盈生了的第三个月 他就把一个实习生的肚子搞大了 人家直接拿着运简单打上门 李盈盈被气得当即要离婚 周子豪自然不同意 家里闹得可谓是鸡飞狗跳 好在那个女孩子只要钱 我出了一笔钱 她拿了钱就走了 当时李盈盈寻死命活要离婚 周子豪各种忏悔祈求 我妈成天在我面前哭哭哭 让我帮帮周子豪 最后以我拿出一套学区房 赠送给李盈盈 还给了她二十万为代价 才算是保家了她的小假 她的婚姻 这辈子 既然她还想进贺氏 那就如她所愿好了 八 如我所料 周子豪进了贺氏 也跟上辈子那样 好的不学 坏的来者不拒 加上这辈子 我让贺勉给她安排了个 不打紧的部门经理给她做 她就真以为自己是个人才了 很快就跟不少女同事打得火热 不过像她这种草包 真正有点阅历 三观正常的女孩子都看不上 能够让她靠近的 都是看中她背后贺总小舅子身份的人 她还自得自满 以为自己魅力无边 而后一不留神 就在李盈应生产前翻了船 有人给李盈应发了一张 她和周子豪的床照 直接把她气得早产大出血 差点没出得了产房 贺勉说 她去医院的时候 周子豪被李盈应那边的几个表兄弟 堂兄弟压着跪在产房门口 说是李盈应不出来 她就一直跪 被我爸妈又气又心疼地闹了半天 原本我想去医院看看的 贺勉没让 不过听她讲了一通 我还是觉得挺解气的 但又怕贺勉觉得 我这人不近人情 好歹是忍着没笑出来 之后李盈应几乎换了身体大半的血 终于抢救了回来 不过也因为情况严重 她子宫没保住 跟上辈子一样 她生了个儿子 只是跟上辈子足月生的孩子不同 因为是紧急剖工产 孩子出来就进了ICU 她也不知是因为孩子 还是因为出轨的周子豪 成天哭 谁劝都不顶用 我妈知道这事怕不能善了 一天几个电话的给我打 直到我说我孕土难受 不想听她说那些 她才震惊地喊了一句 你怀孕了 我懒得理她 直接说我怀孕了 脾气不好得很 不想听你说周子豪那些狗屁倒噪的事 你们自己家里的事自己处理 还有周子豪把同事睡了的事 赫免已经压下去了 我公公因此把赫免骂了一顿 还要把他总经理的职位给撤了 你们最近也别找他 他烦着呢 我妈还想跟我说什么 我直接把电话挂了 之后就跟赫免再次飞外地 边养胎 边工作 这次我准备带到生完孩子再回去 那边 周子豪的发誓诅咒 终于安抚下李盈盈 甚至签了份婚内财产协议 把所有房产和资金都转到了李盈盈名下 他才算是原谅了周子豪 至于那个女孩子 在我的引导下 周子豪发现他竟脚踩几条船 两人一番撕扯 对方眼看落不到好 拿了三万块就离开了 据说周子豪和李盈盈自那时之后 吵架就成了家常便饭 有时候急了还能推丧几下 反正日子过得磕磕绊绊 但还是能过 不过老天总是公平的 埋下的炸弹不是不爆 是时候味道 就在周城快半百天验的时候 我爸病倒了 九 一检查才知道 肝上长得包虫囊肿忽然破了 他被紧急安排了手术 切了四分之一的肝 而后又发现 肺上也有了几个囊肿 医生建议过阵子在动手术 把感染的肺部切了 我回去看了看 情况并没有我妈叫嚷得那么厉害 我妈在医院照顾他 没事就给我打电话 想让我去医院看看他 但我一个快生的孕妇 她让我成天去医院 不是她疯了 就是我疯了 所以我没搭理她 安心待产 李盈盈她爸运气确实不好 之前手术影响很大 一直都没恢复 也离不开他妈照顾 所以李盈盈就一个人在家照顾孩子 刚好最近周子豪为了留在贺市 主动去了个工作强度很大的部门 说是要好好工作 先沉淀几个月 所以她每天回家都很疲惫 而李盈盈一个人带孩子 连搭把手的人都没有 等周子豪回来 就想休息一下 让她带带孩子 收拾下家里 周子豪哪是做这种事的人 还说李盈盈就带孩子 哪有那么多事 家里家里不收拾 饭 饭做不好 还成天烦她 指使她 不到一个星期 两人就吵了两三回 我妈因此给我打电话 抱怨了好几次 说李盈盈不懂事 带孩子有什么类的 说周子豪工作都那么辛苦了 为什么回家还要伺候她 说了半天 就让我给李盈盈情缘扫什么的 我直言 谁生的谁养 你不是晨晨她姑姑吗 我打断她 可别 我是姑姑又不是爸妈 我管不过来 再说了 孩子不是你跟我爸 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吗 你心疼 你给她请约扫呗 况且周子豪上班没赚钱吗 就说李盈盈 当时你们给十八万彩礼 她就用完了吗 主意打我头上 你真能说出口 我妈正要发飙 我喊了声 老公帮我拿个枕头 垫下我后腰 好 后面笑着看了我一眼 拿枕头给我垫了垫 然后很随意的凑过来喊了一声 妈 等我跟周周把这边工作忙完 就回去看您和爸 你要保重好身体 我妈估计被噎得不轻 善善应了声 之后挂了电话 我窝在后面怀中 她在我头顶蹭了蹭 我忽然抬头看她 犹豫了一会儿才说 你会不会觉得我太无情了 她抱着我晃了晃 没说话 我心里有点慌 以前觉得跟她是何都关系 她怎么看我 我并不觉得有太大的问题 但现在我不希望她误会我 你家里的照片 谁的单人照都有 甚至连你弟的狗都有 唯独没你的 还有你弟结婚时的全家福 明明你出力最多 也有你出镜的照片 可他们还是只打印了没你的那张 你明明不喜欢吃鱼虾类的东西 可你家里却不知道 你每次回去他们都做 还非要你吃 不吃还数落你挑食 你最不喜欢吃酸菜 可她还每年都给你做那么多 说你小时候最喜欢 你明明乳糖不耐受 她却总强迫你喝普通牛奶 她声音低沉平静 却有种让人觉得可靠的魔力 我听她缓慢说着她的所见所闻 包去虚假的外壳 早已气不成声 原来她什么都知道 爱不是嘴边的一句话 而是无数个细微行为的透射 十 两天后 我发作进医院 当天晚上生了个七斤的大胖小子 刚出产房 就有个座机打了进来 是老家县城的警察局 她说我妈和周子豪杀了李盈盈 让我去警局一趟 原来因为带孩子的事 周子豪和李盈盈从吵架发展成了动手 周子豪失手掐死了李盈盈 我妈本来说回去拿点衣服 没想到刚进门 就看到周子豪哆哆嗦嗦准备逃跑 家里乱得跟被劫匪打劫了一样 没一样好的 我妈知道李盈盈被周子豪掐死的时候 第一时间不是报警 而是帮她掩盖事实 去不想 邻居在周子豪他们打架 闹出动静的时候 就因为声音巨大而报了警 进警局的时候 我妈第一时间抢了认罪 说人是她杀的 跟周子豪没关系 周子豪也说她什么都不知道 两人被带回警局 警察本来先给我爸打的电话 他听到李盈盈死了 我妈和周子豪都被抓了 也不知是吓了还是气的 当时就晕了过去 后来贺勉过去 拿出了家里的监控 证明人是周子豪杀的 两人都懵了 我不用想都知道 我妈和周子豪骂我骂得有多脏 不过我没想到贺勉那么生气 还专门交代了 不用看贺家的意思 法律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最后周子豪以过失杀人罪被判七年 我妈以包庇罪被判一年半 周子豪和我妈被收押之后 我爸就肩负起了周成的养育工作 不过没两天他就不干了 要把孩子给我送过来 说我是他姑姑 我看一个孩子也是看 看两个也是看 而且我不管他谁管他 差点都有气笑了 上辈子因为我再也不能有自己的孩子 后面就提出让我收养一个 我妈听了跟周子豪他们一和计 提出让我收养周成 我妈亲侄子也有你一半血缘 总比外面的野孩子好 一辈子都养不数 周子豪 我倒是觉得阿诚更像姐姐一些 你看这个鼻子多挺牙 不像我跟盈盈 都是她鼻梁 李盈盈一脸温柔 我知道姐姐心疼阿诚 一定会把她当成自己孩子来对待 她跟着姐姐失去享福的 比跟着我和阿豪更有出路 你放心 我一辈子都不会告诉她她的身世 你永远是她的妈妈 我被她们说动了 而且贺免也同意 我就办了手续 把周成过记到了我跟贺成的名下 可李盈盈嘴上说着 不告诉贺成真相 背地里却带她做了亲子鉴定 说是因为我要抢走她 她才不得已放手 这样贺成从小就恨毒了我 之后二十多年 我尽心尽力地培养照顾她 从小就给她最好的 她说想要轻松地学习氛围 我就送她进国际学校 她不想参加高考 我高中就送她出国留学 吃得用的 哪样不是最好的 每年花我几百上千万 最后把她打造成了博学多才 又多金贵旗的富二代 可她怎么报答我的呢 高中就开始给我和贺免下药 精神疾病类药物 长期使用破坏身体积素不说 还影响神志 贺免因此摔下楼梯大出血 不治而亡 我也在日复一日的精神崩溃中 车祸离世 这辈子我说什么也不会管周成了 那个根子里就自私又愚蠢的人 我不管周成 我爸也没办法 只能勉力拖着 原本想着等我妈出狱就好了 至少依照以往的经验 我妈能够收拾我 我妥协是迟早的事 却没想到我妈进去快一年的时候 忽然因为包虫囊肿破裂 引起内脏坏死和过敏性休克 后又引发心理衰竭 抢得过来也成了植物人 我爸没办法 只能一边照顾周成 一边等周子豪出狱 然而天不遂人愿 周子豪入狱第二年就有点疯癫了 天天嚷嚷着他 不该被关在牢里 他在坐拥天价财产 或者人上人的生活 后来我去看了他 他疯得更厉害了 甚至多次幻想 他是大富豪而暴力伤人 没办法 我只能把他送到了精神病院 最后我爸身体垮了 我把他送去了疗养院 由于李盈应去世 我家死的死散的散 周成的抚养权 就落到了李盈应娘家头上 不过据说 因为周子豪杀了李盈应 他父母对周成一直不太好 当然那都不关我的事了 两年后 我和贺勉由于公司发展 定居去了国外 我的人生回归正轨 晚安